蒙着双眼的男人 号称自己无所不能 他看不到也摸不着 却能猜出面前怀表的品牌 材质 颜色 台下的妇人频频慌呼 唯独这个女人露出鄙夷的眼神 她突然站起身体问 自己的包里有什么 铁柱慌张地认为她在挑事 可女人寸步不让 非要她猜出包里的物品 铁柱绕台一圈 让情绪平静下来 所有人都等着看她到底是不是骗子 这时她却胸有成熟地说出 是把象牙枪顶的女士小手枪 果然铁柱准确无辜的猜中 女人努力克制震惊的神情 面对台下震震掌声 铁柱继续感知她的过往 大概讲述了她的家庭成长 女人一言不发 显然是被铁柱说中了 她继续展示着自己的技能 反客为主对旁边的老人攻心 没错 她猜出了老人失去挚爱的痛苦 周围的观众纷纷鼓掌 这一下 她彻底在富人权与一声下噪 表演结束后 那位老人还在迫切地等待铁柱 想要重金邀请她上门服务 而刚刚那个女人 则是老人的心理医生 她面无表情地留下一张名片 铁柱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先到诊所找到女人 一见面 女人率先提问 你是怎么猜到包里有枪的 原来铁柱摘下眼罩 就是方便观察 根据女人提包的姿势 猜到里面必定是方便携带的小型精致手枪 医生经常为上流阶层做心理疯询 指定独揽了不少命 如果两人能合作 铁柱就可以凭借通灵师的身份 在上流阶层顾用玄虚 骗来的财物 两人五五分成 女人同意了 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老人 铁柱快速了解了老人儿子去世的具体信息 她来到老人家里 帮她的太太施展通灵术 她向铁柱倾诉着缅怀之情 对铁柱的话神信不疑 事后她拿到了一大笔报酬 她将钱寄存在心理医生这 用来换取对方的信任 因为下一个目标的风险巨大 一旦穿帮 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次她盯上了一名顶级富豪 在一处偌大的庄园内 一进门就要搜身 不能携带任何东西 这也让铁柱意识到 富豪的确颇好后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测谎仪 让毫无准备的铁柱非常紧张